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部分国家可以暂时豁免到5月1号 明天豁免就要到齐 各国也纷纷对美国喊话 德国总理梅克尔昨天跟英国以及法国的领袖发表共同声明 呼吁川普切勿对欧盟采取片面贸易措施 否则欧盟将会在多边贸易秩序的架构下捍卫自身利益 不过声明并未明说 欧盟28个成员国可能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反击 面对各国的呼吁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政府计划给部分国家钢铝进口关税豁免 外界预测 美国将以贸易议题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来决定各国的延长期限 比方说 加拿大跟墨西哥应该可以得到延展 因为他们已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取得进展 另外韩国也可能将永远免除关税 因为首尔已经同意将销往美国的钢铁配额 每年限制在270万吨 也就是2015年到2017年之间销往美国年均量的70% 并且同意让美国汽车的进口数量 从原本的2.5万辆倍增到5万辆 但欧盟官员之前也曾经表示 欧盟虽然希望能够得到永远豁免 但配额的要求可能会违反WTO的规范 言下之意似乎不打算妥协 看来这一场钢铝关税大战 短期之间应该还不会落幕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